当你的小女友被证金悬赏 你是救人还是换钱 男主的答案是直接收入后宫 就在刚刚 机友拿这张罗兹的悬赏令找到男主 表明活桌就能白嫖一千万 这些码内光吃利息就能三年一套房 看着再不答应 机友就要把自己变成现男友 外加想弄明白罗兹为何到了未婚夫的反哭行为 于是男主一秒换装 带着机友直接飞出了窗外 毕竟赏金足有上千万 要是让别人先活桌了 那自己就陪大了 可就在男主出门寻找之际 却听到了一阵悠扬的琴声 曾经的他也为了多门手艺好就业 被迫学了钢琴 本以为一个无者搞文艺就是在浪费时间 但他发现钢琴弹好了 竟然可以装逼 咋说呢 就好比狗子玩Rub不同凡响 你就说战斗时给自己弹BGM 那得多拉风啊 可这钢琴曲 如果没听错的话 应该是贝多芬的月光吧 可关键是 这穿越来的世界 哪里会有贝多芬 如果不出意外 这次一定能逮到活着的转生者 可男主还是低估了手下的整活能力 被他卖假名著 至少还改个名 伊布希龙玩搬运 直接给自己标上了原创 也不知道他俩谁教的谁 男主私下找到伊布希龙 想要说叫两块钱的 可妹子却摸着胸脯表示 这些都是为了男主 毕竟自己成了作曲家混进上层社会 以后自己就是那个人脉 一通彩虹屁猛拍 怼的男主不知该说他厚脸皮呢 还是厚脸皮呢 男主向他打听起罗兹的下落 可这件事是由贝他负责 他只是隐约听说 罗兹逃到了王都的地下 虽然说了等于没说 但对于男主来说 知道地点就足以 他在临走时 旁观一早 看到一架钢琴 顿时有了一个装逼的大胆想法 与此同时 躲在地下的罗兹已奄奄一息 原本的他想遵从父亲的安排 忘掉男主 可当他看到父亲的容颜 迷离的眼神 口齿不清的话语 他才意识到 父亲成了未婚夫的傀儡 看着就连大臣都玩起了叛变 罗兹决定无需再忍 他掏出宝剑 就要当了未婚夫 却不知他玩阳谋 别人跟他玩阴谋 直接给他定了叛国罪 虽然他逃了出来 狗命成功 但却让内部矛盾 变成了外部矛盾 未婚夫扬言 要控制罗兹的父亲 在武神纪上 首任他过来世 可无论罗兹多想保护父亲 保护国家 都为时已晚 因为他已是恶魔附体者 早已立不久已 他在生命的尽头 想到了胸前的包装纸 那正是男主 送给他的汉宝宝 只可惜 两人无法好好道别了 然而就在他准备在这里 近代死亡之时 一首月光钢琴曲 飘进了他的耳中 顺着羽毛的指引 罗兹来到了一片神秘空间 此时空中散落的白色羽毛 或许象征着他的阵营 仍属于善 他看到一个穿着斗篷的男人 在弹着月光 仿佛是送给自己的上路去 他很感谢最后的路上 有人送别 男主问他是否甘心 这不废话吗 先不说家仇国恨 就说咱长得貌美如画 还没个小男友 这能不冤吗 看着妹子到死 都想着求真案 男主便决定送他份机缘 此话一出 妹子顿时就站不住了 毕竟得了这机缘 就能大仇得报 还能抱得美难归 于是下一秒 他的周围充满了男主的魔力 而胸口的恶魔附体 也说起了白白 当罗兹吸收完魔力后 男主早已不知去向 唯有键盘上遗落的黑色羽毛 暗示着罗兹将不再属于善的一方 就在这时 教团之人再次追上他 可罗兹刚吸收完一大波欧气 只中他一个回头杀 就把一群杂鱼 做成了番茄酱 所以说嘛 没事不要惹复仇女 与此同时 阿雷克西亚和贝塔也来到了地下 他们找到了获得力量后的罗兹 并询问起他到了未婚夫的反哭行为 可罗兹深知 王都水太深 不希望他们跟自己一起涉险 听闻此话 阿雷克西亚顿时炸了 说好的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有事一起挂的承诺呢 现在 却把我们当杂鱼 瞧不上了是吧 可罗兹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毕竟自己摊上事了 而且还是见可能失去所有的大事 可惜他的善意并未能被理解 因为阿雷克西亚直接动起了葱 他不希望自己一直是个旁观者 或许是因为心中的愤怒 让他爆发出了远超自己真实水准的实力 只见两人炸出一个核爆后 阿雷克西亚就被罗兹抬了出来 而以为接下来阻止自己的会是夏木 可夏木自知自己没有阻止他的资格 虽然不知男主为何会选中罗兹 但他坚信罗兹最终定会加入暗影花园 到处留情的男主 上一秒还高兴又收了一名后宫 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打地里要趁早的姐姐来堵门了 嗯